首先,我很歡迎各位 今天參加IET Hong Kong 首舉辦的Webinar 我叫Mackins,我是Management Session的Committee 再次多謝大家,會員或非會員都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參加今天這個Webinar 因為真的很特別 原本是一個Technical Seminar舉辦 現在都很榮幸邀請到我們的講者 都願意用這個Webinar形式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資訊 我講一講,今天的Webinar 又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香港應用的AR、ER、MR 為什麼這個題目呢? 這個就是關乎我們2017年的施政報告 政府大力推行用DIM 即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裏面其實就是要鋪天蓋地的政府的project 或者是私人project 很多都會用這個BIM 但是BIM去用了,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去體現BIM 對於我們工作或者應用有什麼好處呢? 其中有一個很好的應用就是用AR、VR、MR、MR的應用 跟一個BIM配合 可以把BIM可以很好,很實際 可以展示到有什麼實際用途給大家看 而今天也很榮幸 也請到我們的講者 Frankie Frankie就是我們香港的公司 Codex Intelligence Limited 他就是Director of這間公司 他在香港 一直都是做一些很重要的AR、VR、MR的應用 我們都事不宜遲 我將時間交給Frankie 等你和我們帶來IET第一個Webinar 謝謝Frankie 謝謝Mackens的介紹 太過獎了 小弟也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參與IET第一個Webinar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些很簡單 由淺入心的AR、VR和MR的介紹 可以帶給大家 我先做一個很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叫Frankie Frankie Pan 我是Founder 和Director of Cortex Intelligence 我們最主要都是專注在AR、VR和MR的發展上 我們一開始是經過政府Incubation Tag 在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經過了一系列的R&D之後 很希望可以將這個技術 帶到不同的部門 帶到不同的公司 以及可以製造更多的利益的解決 事不宜遲 我們這群很興奮 或者是很技術的技術 今天就帶了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希望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究竟什麼是AR、VR和MR的 我現在開始分享一下 大家現在應該會在螢幕上 看到我們準備了的介紹 我們今天準備了四大主題 第一就是 What is VR和AR 其實我們也會洩裂到MR Mixed Bilalty的技術 第二就是 什麼科技技術 會在AR和VR 甚至MR上 我們也會進行 之後 小弟和公司 帶了一些小小的 Case Study給大家 以及一些 Future的 發展方法 事不宜遲 我們就可以開始 我們今天的介紹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什麼是AR 什麼是VR 什麼是MR 我們有一些很統統的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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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Wikipedia 或者在Google 上面都可以解釋 在我們公司的演繹上面 其實AR比較簡單 就是我們將一些 Digital Information 寫在 Digital World 在Physical World 上面 無論 跟Physical World 有沒有聯繫 或者是怎樣可以 聯繫得到 其實那樣東西 我們都可以叫做AR 今天就不是上 什麼歷史課堂 所以我們很快地 解釋了AR的發展 是怎樣 最主要AR 都是很早 可能在1968年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AR的項目 為什麼會給大家看這個時間線 就是在1990年 Atom 才開始去定義 這個項目 或者這種技術 是叫做 AIR 去到2000年的時候 有越來越多的AR技術 的衍生 你們比較熟悉的 可能是中間這個位置 我們有Pokemon GO 是一個挺好的AR的應用 在2018年 美國的軍隊 也都大量使用AR 或者MR的技術 令到他們的 Army的 或者 Operation Efficiency 可以提高 我們經常問自己 就是 What's next on AR VR 甚至MR上面 這也是我們想和大家 一起找到的問題 剛才提到AR 其實AR 可以是很簡單的 大家都可能玩過 就是 一些 Selfie的 應用 它是用了一個 可能是 Facial Detection 認了你的面型之後 根據你的面型 眼耳口鼻 去投入一些 數據 其實 我們已經可以叫它 做Mental Realization 很適合 再來一個 例子 就是比較簡單 通過一個 Graphic Recognition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上面 可能有一個 Catalog Catalog 上面 我們可以 製造了 一個 Furniture 有不同的 interactions 或者有不同的 功能 你可以看到它 有Animation 你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去觀賞它 甚至乎 可以將它 Rotate Scale 有種種的功能 可以 進入 很簡單 這就是 AR的 介紹 我們現在就開始 步入VR 究竟是 AR和VR 有什麼分別呢 在VR 我們的 interpretation 其實 跟AR 有些不一樣 就是 我們會提供100% 的Digital environment 而 受眾 會感受到 Immersive experience 只要他們感受到 Immersive 只要他們感受到 Immersive 其實我們就可以 Divine為VR 講返VR的 發展 跟AR 差不多時間 就已經有 VR 這個 Terms 大概在1989年 你們在右下方 會看到 Gyron 就開始 Divine VR Terminology 始終歸於Terminology 就是我們100%的Digital environment 來提供 或者提供 一個Immersive experience 去到我們2017年 可能是右上方 大家現在都會看到很多 VR headset 或者Wareables 的 competition 不同的龍頭 都在欠 VR的頭位 所以 陸陸陸續續就會將 硬碟和軟件 漸漸地 更加核 莫說話 之後可能會有5G 網路的存在 5G網路 那用5G網路 更加核 船 可以用5G 跟AR Vr 這也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問題 提到VR 其實我們常常見到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或者我們常常會用到的 就是Google map Google Map上有一個功能,我們叫做Google Street View 你可以將那個人仔扔進去Street View 然後用一個360的功能去搜尋Street View 這個其實我們都可以設定為一個VR的技術 在我們的開展裡面,我們也帶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給大家看看什麼叫做VR 這個其實是融合了一個VR Headset 上面 你看到現在是一個Live的Mirror Image 或者Mirror Streaming 你會看到那個User可以戴著Headset 然後去搜尋一個宅宅 當中它可以感覺到空間 它可以走路,它可以知道所有東西的距離感,心度,種種 亦都加入了其他不同的功能 例如,它可以真正地調查User的位置和orientation 然後重複在Floor Plan上面 讓它知道它的座向是向哪邊 你可以看到它真正地跟著它走路 亦都有些功能,可能是Telport 如果你的現實空間太小,但虛擬空間太大 你就可以用類似的功能去測試空間太大 然後也挺有趣的,我們就跳到下一段階段 就是我們有一些Lighting simulation 可能就是Sunlight和Evening Lighting 或者Ambillion Light simulation 這裡可以看到它隨時關掉燈 開了燈,轉到外面的環境種種的 我們可以跳到AR和VR的解釋 其實我們可以跳到一個比較深入的話題 就是我們在AR和VR上整個Spectrum是怎麼走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上左方 其實就有Completely Digital 我們可以歸納於VR 在我們的上右方 不是完全是real world 但是我們是overlay了一些Digital information 在上面我們就可以代表AR 就會問一個問題 那MR是什麼呢? 在MR上我們會覺得是兩個不同的 是VR和AR的中間 就像這個Animation顯示 當我們在real world的scenario裡 可以投放一些Digital information 而那個受眾可以感受到 一定level的immersive 其實那樣東西我們就可以叫做MR 有少許虛無緣無感 所以小弟就準備了一個例子 可以讓大家看到 什麼可能是MR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world tracking 然後就把一些1比1的傢俱 可以投放在一個清水鈕裡面 你也看到那個傢俱 我們可以Displace Rotate 這個就不可以scale 因為我們1比1的傢俱 除了一件傢俱之外 它可以選擇多件傢俱 你在下方可以看到一個 我們叫做3D Access 或者3D Data Base 它就可以隨時去Drag in 它想要的Furniture 然後Decorate 它那個Interior Space 除此之外 它亦都會加入一些Animation 或者你會看到裡面的收錄空間 可以改變到上面的材料 或種種的做法 在我們剛才講解了就是 AR和VR general的Spectrum 在我們公司Codex來說 我們的Spectrum是怎樣去Define 我們簡單地先撇開MR來講 在AR和VR 你見到左邊這個Column 我們就叫做VR的Spectrum 我們亦都是 頗為做一個Cost Platform Development 所以當你開發了一些Content 或者開發了一些功能的時候 在其他平台上 亦都可以兌換 打一個比喻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360度的經驗 在Google上 我亦都可以把它轉換為 一個Web-based Virtual Tour 在VR 我們覺得 分析比較高一點 或者我們現在都會接觸多一點 可能一些Cave 或者Protection-based 的一些Virtual Environment 當我們有個 Physical Space 投放了所有的Digital Information 變成一個 全圈的Virtual Environment 我們亦都會有一個Degree 的Immersive 在右方 右邊這個Column Frankey Frankey 不好意思 我停止一點 提一提各位參加者 如果看著Frankey的Presentation 期間是有問題想問 你可以在這個Chat Room 打下 最後完成之後 我們一次有個Q&A section 就可以回覆大家 是不是這樣Frankey 太好了 謝謝你的提醒 剛才忘記提醒大家 對 對 大家 聚於Frankey的Presentation 隨時都可以打下 這個Chat Room 好,我不妨礙你了 Frankey 沒錯 我們最後也會調整大家的問題 我們會有個Q&A section 在背後 這個Presentation 然後我們有AR的Column 最底部我們有最簡單 或者我們覺得 用戶最容易接觸到的 一個Web AR 之後有一些常見的 一些AR的Applications 然後有可能一些 比較set in stone 或者在PoS上面會看到的 一些AR Station 然後大家沒有那麼熟悉的 就是一些AR的Wariables 或者我們可以稱它為MR的Wariables 大了就不再需要 一些Portable的器材 插在手上 令到它的Emmersiveness 可以提高 剛才已經解釋了什麼是AR 什麼是VR Hopfully 亦都解釋了什麼是MR 我們現在可以進入AR 和VR Emmersiveness 技術上 AR的技術上 其實不外乎 都是分了這五個Categories 最先來說 我們有中間位置橙色 我們要trigger了AR的經驗 先開始 然後我們會加入一些 tracking和input的技術 加入了tracking和input的技術 我們那個器材就會開始 經過我們program 開始process所有in and out的data out的data就會反映在Display上面 好虛無飄渺 我稍後會再深入解釋 容許我先賣了個班子 在AR層面上 通常都會分了三個Layers 第一個Layers 就是我們會 用一些image target 或者是一些trigger的技術 將AR kickstart 然後 通過Mobile device 做一些tracking和input的calculation 通過Mobile device裡面的CPU 或者GPU 做real time processing 最後才會反映在Display上面 你會看到在右手邊 就是一個augmented model 在AR的技術 說了 在VR上面究竟是怎樣 VR相對應比較簡單 我們就 skip了剛才提到trigger的部分 就不再需要trigger 那個experience 即使用者可以 取得任何時 最主要是 加入一個Display 接著 加入Tracking input的技術 其實兩者 Tracking和Input 都可以共通在AR和VR上面 接著經過Processing 亦將Process data 反映在Display上面 這裡也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意思就是 我們有一個VR眼鏡 帶了你就變成另一個世界 就是一個層面 就是100%Digital image 剛才提到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我們現在就開始很簡單地介紹 究竟有什麼技術 我們平時是碰開的 或者我們平時是要integrate 我們要模式上perfect 第一個技術 比較簡單地 或者我們一開始有example 已經show過 就是一些pattern、image 或者我們technically 就是markers的tracking 簡單地來說 它就是對應我們有個graphics 或者QR code 作一個pattern 它就對應上面的一些features 然後就cost-match 和我們的database 平時運算 讓它可以recognize到 那一張marker 是belong到AR的experience 第二個 一個trigger 現在都開始普及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叫做service 或者haptic的detection 或者如果有朋友看過 Apple發佈會 現在甚至LIDAR 都加入了iPad 新的iPad Pro 也可以將trigger的位置 更加提升 你以後會見到 就是我們其實用dual camera 或者steual camera 或者一些structured light 一些infrared的technologies 其實都可以將現場的環境 或者一些surface 把它map出來 然後用一個real-time的運算 將你那個AR的experience trigger在裡面 第三個technologies 都是trigger的category 是什麼呢 就是outline 或者一些recognition 最主要 剛才說到 就是我們有snap check的example 就是用一個basal detection 認了人的五官之後 將它overlay 不同的AR features 甚至乎現在有些 就是machine learning 或者有些AI 可以提升到 我可以分辨到車 分辨到哪些partitions 甚至乎現在有些 甚至分辨到哪些 可能是騎著電單車 或者哪些可能是騎著單車 分辨到之後 其實就可以將AR的technology 或者AR的experience 由那個point到trigger下去 然後 不忘也介紹了 一些location-based wayfinding 或者geo-related的trigger 這裏我們一定要看的 就是GPS 也是一個很好的技術 去融入AR上面 Pokemon GO 也是一個很成功的 可以讓大家體驗到 當AR 融入了GPS 技術的時候 那個反應可以是很大 或者可以帶到幾多 功能給大家 剛才說了trigger的technology 就是我們現在慢慢 步入去 tracking的technology上面 在tracking上面 其實我們最主要分了 內部和外部的tracking 在右手邊 你會看到有兩幅圖示 簡單來說 在我們的角度 分了 上面是一個外部的tracking system 下面是一個內部的tracking system 那外部的tracking system 其實就是除了很多不同的 Base Station 或者一些sensors 將它想detect的一個環境 覆蓋了它 然後將它的process 回到我們的器材上 如果一個insert out的 mechanism 其實它就將所有的slam 或者所有的tracking 進入一個器材上 那用戶就可以帶著那個器材去走 我們也是偏向性 是走insert out的technology 比較多 待會也會有些example 帶給大家的 那 slam 可能大家都會理解的 就是一個localization 和一個mapping 以現時去做 那 inmorph的technology 比較多 可能大家會聽得多 就是 magnetic ultrasound 還有一些emwave 可能是infrared 或者是一些laser 都可以做到slam 然後 也是會回到我們AR的根本 或者最簡單的trigger方法 trigger之後 也可以連接去tracking 就是有graphic recognition 可以看到它cost match 了很多不同的feature points 甚至乎有些quick response 而現在來說 亦都進化到 可能有些world tracking 或者是我們叫做feature tracking 不再需要set in stone 一個graphics 去trigger 那個AR experience 或者是 continue 那個AR experience 就可以through 類似的tracking technologies 去facilitate 得到 當然 有軟件 亦都有硬件的involvement 在你們的器材上面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已經有一些很advanced的 我們 acerometer 或者一些geroscopes 去助我們那個tracking 我們都要做很多不同的statistics 或者 calculation 或者processing 是令到 那個準確度可以提升的 亦都有些inertia的計算 譬如 例如 for example geroscopes 左邊很高速 去到右邊 或者在右邊 急殺的時候 是應該怎樣去處理 類似的 我們在科研的時候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不同的R&D 最後 不忘都要提的 就是 這裡 對 說到這裡 可能大家都會打我 因為很悶 Ranky 所以我這裡 就準備了一些demo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in-door tracking 是可以怎樣去做 這個就是我們在HKIA HKIA HKIA 在他的arrival hall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demo 你會見到 我正在走的時候 其實下面已經有一個 戰爪 可以navigate 我由 point A 去到 point B 當中 亦都可以project 很多不同的digital information 無論是2D 或者3D 都可以顯示 的 你見到下面 我每行一步 其實他都會real time 計算回 那個 destination 的distance 避免 避免 有多遠 當他去到的時候 其實亦都可能 pop up 一些coupons 或者可以讓他見到 更多的 information 在上面 那 餘下的片段 其實他都在示範 一個ar in-door navigation 就是 我們去 由 point A 去到 point B What if我們由 point B 去到 point C 是應該怎樣做呢 就簡選 point C 的destination 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 最便宜的道路 就可以給他 用戶 這個要留意 就是 我們是簡單地用了一個 iPad的 device 亦都沒有任何的 trick 亦都沒有 在HKIA裏面的距離 AR in-door navigation 的時候 是可以怎樣做 你見到 Destination 有一個pin point 在前面 那個User就可以跟著方向走過去 那 in-door navigation 說了 之後就是 out-door navigation 那 out-door現在 大部分來說 都是在用 GPS的技術 GPS的技術 我們都細分為兩種 就是傳統的GPS 或者現在 新少少的 我們叫做DGPS 我們這裏也可以給大家一個 GPS的例子 大家去看看 剛才說了 就是一個 in-door navigation 現在可以看看 out-door navigation 知道User的 current position 和orientation 我們就可以 project了一個 AR path 因此應該是 觀塘海濱長廊的 一個pilot project 那 看到User的 attention 其實我們也有些 project 會根據User的 attention 和 同那個 point of interest的 距離 去給予 那個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那個User的 他就 跟著一直去走 InVade 我們很簡單地 integrate了 Google map的 一個GPS 技術 然後 然後 我們也很遺憾 因為我們沒有付錢 所以 data 的 synchronization 是慢一點 但是 我們加快 令到FPS 可以提高 你這裏 看到 當User走到一個位置 pay attention to 某個point of interest 其實他就會 pop up 一個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那個AR layer 給User 你前面也會看到 how accurate it is when 那個 device integrate 一個 turn right 的 direction 沒錯 這裏就是 end of 我們 tracking 的 我再下一個 technology 就是 Input Input 在AR 和VR 上面 其實都分了很多種 conventional input devices 可能有一些 remote control 或者 我們最 familiar的 一些鍵盤 都可以作為 一個 input 的 mechanism 將 instruction 或者command 輸入 裏面 touch screen 也不少 因為我們 也應用了很多 AR 和VR 的application 在 smart devices 分別就是 mobile phone 和smart tablet 上面都是 touch screen 所以 牠的finger gestures 或者 User Vanilas 其實我們都已經 能夠更改善 讓普羅大眾 都會適用 接著 比較少有的就是 一些 gesture recognition 或者 一些 Airtap 的 把某些 的 command 或者 instruction 輸入 這裡 也可以 先買的關節 可以 稍後也有些 例子 給大家看看 Motion Capture Motion Capture 也都可以做到 Real-time 的Motion Capture 不需要經過 Post-production 也都可以 立即做到 AR和VR的 input 接著 有 3D camera 將人體的 動作 作為 一個 動作 或者 動作 動作 可以打進 AR和VR的世界 令到 我們的 Processor 可以 解釋到 我們的 使用者 有什麼訊息 然後在VR和AR 世界 反映 那些訊息 接著 也有一些 speech recognition 經常對著電話 說 叫媽媽 她也會做回 類似的 聲音 按摩 這裏 亦都 講得太多了 我這裏 準備了少許的 Demo 或者 準備了少許的 Videos 給大家看一看 在最左手邊 有 我們一個簡單的 Hand gesture 的Detection Through 一個 Lip motion 其實我們就可以 detect 使用者的雙手 在 Experience 不需要 觸控器 的情況下 可以用雙手 來完成 VR experience 這裏 可以看到 手車的體驗 有很多 不同的 聯絡 可以接觸下去 如果大家想 多點 可以看左邊的畫面 我在中間的位置 就準備了一些 剛才說的 Stereo Camera 或者是一些 Kidnet Type 的 Motion Detection 你會看到 我 有三個人在上面 其實他 已經可以將 3D Duff 來做一個 Skeleton 的 tracking 然後進入 我們的 系統 右邊 就是 我們 經常都會做 一些 Motion Capture 你會看到 我的同事 穿戴了所有的 裝備 將他身上 32點的 關節 進入 我們 VR世界 就會扮演 像媽媽的 角色 這些 都是 很好的 進入 方式 如何增加 我們 AR和VR的 接下來 要講到 顯示 顯示 一些 顯示 的 技術 簡單來說 你在上面 會看到 VR 顯示 系統 最主要 就是在左上 有我們的 真正 經過一個 Tracker 或者 鏡頭 他就可以把真正 螢幕 放在 螢幕 或顯示 經過 一些 可能 我們叫做 3D 引擎 將 很多 AR和VR 的 資訊 混合 然後 將兩個 層 分別 就是 Reworld 和Digital 內容 然後 投射到 我們 眼球 顯示 很簡單 就是 我們現在用 Webinar 可能已經有一些 computer monitor 可以做到 我們用AR 和VR的 相對的 相對比較簡單 然後 有些 可能 HMD 我們叫做 Head Mount Display 可以 戴在頭盔 不再需要 Hand Held 一個器材 也可以用 Finger 或者 不同的 Input Mechanism 使用 在我們 HMD上 簡單來說 都有分兩種 第一種 左邊 就是 Optical See-Through HMD 右邊 就是 Video See-Through HMD 有什麼不同呢? 最主要就是 左邊 其實我們沒有 一個 鏡頭 洩滅 一種 真正的 真正的 圖片 投放在 使用者的眼鏡 而我們 用了 一個 透明的 顯示器 可以讓 使用者 透過 器材 然後看到 真正的 環境 同時可以 overlay 所有的 數據 右邊 就是一個 Video See-Through 它加入了 一個 螢幕 還有 數據 然後 混合 放在 用者的 顯示器 然後 有 Hologram 或者有一些 透明顯示器 其實都是 我們做 技術器 習慣常說到 一些AR 的 平台 亦可以用 相對應的 器材 去製造 AR 效果 然後 這裡可以 很簡單地 分析了 我們已經在用的 一些MR 器材 分別有 HoloLens Magic Leap 或者Epson 我們也有跟它做一些 Mockup 或者 Test 它的器材 然後給它們一些 效果 最主要 我們會覺得 這些器材 是 Target 不同的 工業 例如 HoloLens 會看到 Target 一些 Training 或者 Engineering 比較多的 Magic Leap 可能是 Game和Entertainment 比較多 而它的器材 設計 都是基於遊戲 和Entertainment 最後 Epson 其實 它當初是想 Target 一些Marketing 的Campaign 以及 社交媒體的 對 說到這裡 我們說了很多 不同的技術 最後 或者說了 AR的 Definition AR VR 甚至MR 的 Definition 其實沒有任何 價值 所以我們 帶了一些 Case Study 給大家 也是我們公司 做的一些 Project 希望 亦都 特地 Handpick了一些 Engineering related的 Project 希望 可以 和大家多些交流 第一個 Project 其實就是在 我們那個 香港 西環 寶山隧道 那邊 寶山道 上面 有一個 Lensize Citech Chamber 在裡面 其實 是怎樣的 一個模式 我們經常叫它 山洞 是一個什麼 山洞 它最主要 是一個 我們叫它 Underground Water Drainage System 你會見到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3D scan 山洞 它有一個 Horizontal Drain 分別就是有一個 向高發展的 Drain 另外一個 就是向低發展的 Drain 它最主要就是 伸入了 去寶山的 一個 Water Drain System 然後當它 下雨的時候 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 Vertical Sub Drains 將水 排放 到這條 隧道裡面 然後這條 隧道就會做了 Drain 的作用 然後把它排放 以外 就不會累積 在山洞 裡面 我們這裡 也做了一些 AR的 經驗 可以帶給大家 怎樣 就是 它會有一些 TBM TBM 重型 的 建築 我們就將 類似的 建築 或者 某程度上 還原 令到 做 公共接觸 的時候 可以真正正正 看到 那樣東西是怎樣發生的 這裡可以讓你們看一看 左邊 就是 我們會 推銷了 當它當初挖掘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 右邊 就是 左邊 就是做 horizontal drain 右邊 就是做 vertical drain 我們看 左方 就是我們準備了 大型的 TBM 有少少 勢 因為 可能 那個 的 表現 這裡不要介意 它就開始挖掘隧道 其實我們可以把 TBM 圖掘到 我們想 它在的地方 然後 它挖掘到 然後 也會 重複出來 在右方 大家看到 就是一個 Vertical of Drains 的 implementation 它就不停地打 一些 Drains 的 pipe 那 這裡也可以看到 它做 Drainage 那時候 究竟是 水流向怎樣流 然後可以做到 visualization 給各位 visitors 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將 Drains 或者所謂 apparatus 某程度上 已經 map 在那個 Discal Space 裡面 沒有 Position 和Orientation 的限制 可以到處去看 這裡也可以看到 所有 Sub Drains 的 implementation 第二個 Case Study 帶給大家 就是 我們有一個 翠平河 這個應該是 在官堂那邊的 現在 將會做 這個 錄法工程 做 錄法工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 工作 很多不同的 工程 或者 工程 他們會 有很多不同的 剛剛 Mekin's 也有介紹到的 就是 BIM 模特兒 或者是 BIM 類似的 資訊 我們可以把這些 資訊 進入 AR 和BR 技術上 這個 就是 我們得到的 一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一個 Sketch-up 的 模特兒 我們可以把它 overlay 在現在的環境上 那 如何可以做呢 我們這個 其實都分了幾個部分 的 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做了一個 我們叫做 virtual tour 就是說 當我 在 Web browser 上面 想見到 錄法工程 完了那個模樣的時候 which is not completed 如果想見到 其實我們就可以 把它overlay 下去 然後可以用一個 360的 experience 去看回不同的 view points 裡面也有很多 不同的 point of interest 可以隨時按 那些 pop up 然後看回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然後 那個 development 剛才說到 就是 cross platform development 我們也都 在這個case 發揮了 所以左邊 你會見到 是一個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就是VR 你會見到 我們製作 整條河的時候 根據 它 beam modeling 然後做一些 visual enhancement 然後 我們就可以 overlay了 現場的環境 去看到 錄法工程完了的時候 不是單單 看到beam裡面的 材料 而是可以看到 周近所有的環境 可以retain 得到的 那 有方其實就是一個 AR的application 除了我們做VR之外 亦都可以很簡單 將那個 material 或者那個 3D access 轉化為一個 AR的application 那 你會見到 就是一公里長的 翠平河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AR的呈現手法 用一個 overview的模式 可以看得完 那 亦都可以scroll around 不同的 鬆靈 它分了A,B,C,D鬆 那 近海旁的 應該是D鬆 C鬆 對 亦都沒有角度和空間的限制 以是它可以在不同的環境和角度 看到AR的experience 那 上面亦都有一些pops up 你可以按一下 然後看看裡面的 更加的 Digital information 對 然後 翠平河 我們也 經常都會挑戰自己的 所以 因此 我們已經把 翠平河的 那個B model 或者3D model 帶了去現場 那裏 那裏 這裏就是一個小小的 proof of concept 我們帶了它 一比一這樣投放出來 那你會見到 旁邊的車會動的 其實我們這個人 都可以拿著的器材 去搜尋 整個翠平河 所以 你會見到它左右 或是 這裡一公里 所以沒有走 那就可以 向左向右走 會看到 隨便和不同的位置 究竟 有什麼 的 錄法工程 將會去做 那這個就是 我們第二個 一個 挺好的 case study 那第三個 case 就一定要看的 Mackens 都應該很清楚 就是 我們這個 大埔的水廠 一個 Water treatment 的 chemical plant 我們這裡最主要 都是連接了 那個水廠的 B model 那你在 左方 其實會見到 就是那個B model 我們做 integration 的時候的一個 最主要 我們都是 打擊了三個 不同的 areas 就是 safety maintenance 和 operation 去做 我們叫做 consistent training 就可以令到 一些 trainee 去到現場 那個時候 不需要 VR goggles 就是 我要帶著 可以去到現場 看到 不同的 safety maintenance 和 operation 的 procedures 我這裡有一個 小小的影片 可以給大家 看到效果 是怎樣的 你會見到 就是 我們左邊 應該有一個 procedure 的 flow 那 下方 也會有 很多不同的 介紹 也會調查 所有 apparatus 的位置 在哪裏 你會見到 譬如 現在有些採染瓶 他是在做一些 simple 的工作 這裏 也會見到 跟著 可以看到 不同的 procedures 或者 你可以 根據那個位置 你在進行 哪個 steps 就是 讓 使用者 或者 訓練者 得 熟悉 環境 之餘 例如 安全 我們可以 使用 一些 消毒 在面對 洩漏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 去處理 類似的 情況 在平時 我們應該不會 接觸得到 或者 應該很難 去 我們就已經可以 在那個 physical chemical 方面 去呈現得到 這裏可以讓大家 再看多一點 接下來 我們就會進入 我們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 那個 發展的 direction 或者是 我們公司 一直都在做 或者著眼的 一些 R&D project 我們的 wish list 看看大家 的興趣是怎樣 或者 可以 請教 究竟 這是否正確的 direction 是否你們的 需要 是否你們的 一些現時 遇到的 hurdle 或者 gaps 我們是可以 fill in 的呢 第一個 Wish list 其實 我剛才說了這麼多 都在 Mobile devices 上面做的 application 我們同樣的 cross-platform development 已經可以 建立 為 我們缺乏的 其實就是 一個 好的 POC場地 或者 一個 比較 的 B model 我們就可以 將 貴方的 一個 B model 或者3D content 將它 融合在現場 然後 通過一個 wearables 去看 這個也是我們想 發展的 方向 就是 使用 或者 那個 pre-visualization 可以在現場 發生得到 而不需要再 通過 一些 papers 或者一些 P&ID 去看整個環境 究竟是怎樣 這個 也是 我們想 發展的 方向之一 方向之二 就是 我們 剛才提到 有些 GPS 的 技術 我們現在 不停地發掘 以及 做R&D 在這個 方向 如果大家 一直留心 我們提到 GPS 以及 D-GPS 我們現在 發掘 D-GPS 利用 D-GPS 可以將 提高到 很細心的 水準 現在我們 用GPS 開車的時候 可能會用到 它可能 抑制度 大概在10米左右 實際 如果10米的 抑制度 我們在AR上 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 我們要很準確地 可以製作到 數據 所以 我們現在 就考慮到 用D-GPS 令到 承擔 減低至 1米 令到 數據更加準確 更加準確 可以製作到 我們想有的 位置上 這也是 不失了 製作的 不失了 一個 建築 我們 已經有 所有的 機器 我們想看 會不會有 更有意義的項目是可以做到這個組織 我們也用一個 比較低成本的方法可以達到類似的POC 令大家可以推進到技術 最後 我們的想法是,我們這裡也挺陰恨的 我們其實碰到了很多製作的項目 最主要是做一些VR的用戶體驗 除了我們可以讓用戶感受到一個游戶的環境之外 我們也可以讓它交易 就是它用回自己的雙手和身體 可以和那個握頭有所謂的互動 你會見到,譬如左上方 它可以直接遮蓋了一些預點 擋了一些預點 左下方,你會見到它會戴了一些 還有一些Stereo 3D的眼鏡 令到我們拋出的畫面更加立體 甚至乎有波動的效果 更加多的拋出 或者是Cave的應用戶 我們在這裡也在想 或者我們也有跟一些夥伴在做的 就是Integrate What if我們可以Integrate 你們現在開始做很多不同的Beam Beam integrated into cave 的時候 那個workflow 或者是怎樣可以做到一些automation 令到很容易可以在Cave裡面 用回同一個control mechanism 可以visualize 這個我們在經驗上 我們就做得比較多 在entertainment 或者在education上 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想把 和大家的工程 合作 去做一些Cave related system 在這裡為止 應該我講了九個字 which is 都是我們end of our presentation 我們也可以進入一個Q&A的session 希望Makins可以加入 我們可以再檢查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用一個互動的形式 和大家去交流 先多謝大家 好啊 好啊 麻煩 不要客氣 我想看看我的樣子出來了沒有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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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麻煩了 Frankie 因為其實 真的很感激 因為她其實是 她其實在2月 那時候已經準備了很多 手上的 我在這個description也有說 其實除了Frankie 這麼公平的解釋之外 她會帶來很多手上 準備了很多手上的example project 用上的Tablet 或者手指 手指發表的環節 是想讓大家試 可惜這次要用Webinar認識 所以只能看影片 但如果有興趣 或者有機會 我真的邀請你來一次 我們做一個實地的 technical seminar 你就可以再帶回你的寶貝 來跟大家玩 哈哈 沒有問題 絕對有機會 對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對 你現在是否可以開個 Q&A room 可以讓大家看看 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問 應該是 對 大家在Q&A的Tab 或者在Chat room 我們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問題 不妨在這兩個位置 可以把你們的議題放上去 我們會 Makinside monitor 我們抽選 和回答大家 好啊 好啊 我相信參加者 對於這個 webinar 都有些問題想問 可能都在Chat room 或者在那裡準備 不如我有些事情想發問 Frankie 不如我先問 哈哈 好啊 我貪心一點 首先我問 其實我想說 你剛才說了那麼多 Triggering Tracking 那麼多不同的Input 方法 去做一個AR VR MR 的動作 我想問一下 你在香港的項目 是否已經用過 那麼多方法去做呢 哈哈 沒錯 是啊 沒錯 因為 我們做技術的時候 都 好像我剛才最後 都會希望是有些 真正的環境 或者一些專業的需要 我們可以提供 所以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 技術 或者是 所說的一些 mechanism 其實我們都已經應用了 我們就將它們 modularize appoint 我們一些 User experience 的需要 或者是 我們客人的需要 我們就配音 不同的technical modules 來組織 它的 solution 這樣 OK OK Thank you 好了 另外 我看見 你用那麼多不同的方法 去玩AR 其實呢 反過來 我剛剛入門 我只有一個3D model 一個B model 我想玩AR 或者MR 功能 我有沒有一些 快捷的辦法 即是 不一定 可能要做很多 programming 做很多 modulation 有沒有一些 可以 速食的辦法 都可以 應用到這個技術呢? 都有的 但很老實說 現在不是太 user friendly 我們叫做developer friendly 他們就有一些所謂的SDK 就是一些development kits 就是 assign 回到我們 developers 去用的 其實都要 學習 裡面的一些 programming language 或者是 有固有的 logic 才可以做得到的 簡單來說 就可能 已經有一些 graphic recognition 可能有一些 open source 可以供大家去使用 令到你beam的 material 是可以 integrate 但當然 如果我們要 best 或者物理上 perfect user experience 或者要 taler make solutions 就一定避開 要將 很多 不停 try and error 的 technical modules 或者是一些 我們做了很久 開發的 一些algorithm 將它借入 program 令到 user experience 或者你的 solutions 可以達至你想想的效果 OK 我們見到 有些 參加者 有些 提問 不如我們逐個逐個 如何回應 Frankie 第一個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應用 已經是cater for 5G 其實我們有的 但就不是 cater for 5G 因爲 因爲 那個位置 其實我們就叫做 一個web-based AR 和BR 的 因爲 因爲 現在的 限制是頗大的 無論是 我們的 材料 或者是 我們可以用到的 一些 technical 的 技術 是幾個限制的 但是 一個 簡單的 實際就是 我們在 web browser 上面打開了 一個 destinated的 URL 它便可以 assess到 AR 和VR的 experience 如果有5G的話 其實它便會把 我們的彈性提高 將更大的 digital content 可以 real time 升到 AR 和VR的 體驗 甚至乎 可能5G 可以facility得到 更加多的 一個 技術的 技術的 組織 例如 我剛才所說的 有很多 real time tracking Gyroscope 其實它也不可以 複製網搜射 就4G的 網絡去做 組織 5G 我們預計是可以的 因爲 它可以提升的速度 快了很多 process graphic的速度 亦都快了很多 imorph 亦有很多 3D model 所以 現在我們 web-based development 其實都是 以5G 進行的 資料 去做 希望答到你的問題 是的 OK 咦,我們接著 還有下一個問題 就 好了 這個問題 都頗有趣 其實 如果 哪些Model 都沒有 現場的實景 又如何可以 AR 去玩AR 呢 這個好像 你都有些心得 這個 不要這樣說 如果你已經有個現場實景 我們剛才提到一些 Slam的技巧 亦都可能有一些 我們叫做 scanning的技巧 可以將那個 intel space scan 去 將那個intel space 可能 直入在AR 和VR上面 我們也有些 例子 我們用一個360 的 camera 好像翠平河 我們在現場拍攝之後 就將那個現場實景 不用Beam 亦都不用其他Model 的手段 去顯示 故有現場的實景 是怎樣的 之後 亦都當然可以再加上 一些AR的 content 例如 它錄化了之後 是怎樣 我們就可以將它 overlay 上去 來 enhance 那個 experience 我們也都遇到很多 Case 就是可能客人 未必有一個 Beam Model 的team 或者甚至乎 他不是太 tex selfie 的時候 我們會 做很多不同的 consultation 就是看一下 怎樣可以 step by step 將他的3D access 或者是他 AR、VR related 的 材料 將他有一個 長遠發展 去做 我們也做很多 類似的 一些consultation 的工作 也要看回 每行每匯的需要 去製造回 他們的 環境 是的 OK 而且我記得 你們曾經介紹了一個 寶貝 我也見過 你有展示過 就是 有一個手提式的 測器 一測到周圍 就可以把環境 其中一個方式 把它3D化 是不是 對 沒錯 OK 我們也有做一些 LIDAR 就是 探索了之後 可能變成一些 Point Cloud 或者我們可能 叫做LIDAR 將它 進入AR 和VR 的經驗 有機會 讓你們看看 有沒有實物可以看一下 帶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問題 絕對有機會 OK 我們下一個問題 也有 有一個參議者問 有任何 網上的課堂 有沒有一些 網上的課堂 有沒有一些類似的 應用呢 暫時 應該挺熱的 因為現在 在我們的pandemic之下 大家都可能要 適合網上的課堂 或者是一些 Zoom Meeting Google Classroom 的技術 技術 那 我現在未太 看得到 可能AR VR 有一些 網上的 組織 但最簡單來說 就是 因為網上的課堂 都是一些 流行的技術 技術 來的 電腦上的影像 將它串流 或者可以加入一些 不同的 功能 來 提供 教室的環境 環境 簡單來說 就是 如果我們已經有 一些網上基礎 或者已經有 一些 擁有 的 AR、VR 其實也可以 通過 那個串流 通過 網上的課堂 給不同的學生 那我這裡很快 想到 希望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嗯 OK 我想 這也是一個 可以發展的方向 對 那 就 好了 我剛才 也想過另一個問題 我看你剛才去做一些 示範 就是 有些3D model 上面加一些 features 或者可能是 做個 role finding 或者是做一些 導賞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 其實 將一些實時的 資訊 放到這個 應用 上 例如 我走到某個 機件前面 其實可以看完 看完那個東西的 模特 顯示到 它的資訊 是實時的資訊 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呢 這個應用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也有做的 很可惜我那個 展示 沒有 embed 類似的例子 就是一些 保持的 方法 可能 在那個 無論是 在桌上 可能 有很多不同 種類的 材料 工具 或者是一些 實時的 資訊 是需要做 的 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 所謂的 API 將一些 實時的資訊 可以連接下去 現在最簡單來說 可能講 保持 所以 我們 除了做了 用者的 平時採訊 之外 知道他大概的位置 在哪裏 當他接觸一些 需要 維持的 apparatus 其實我們的 system 就會訊息 這個 保持 其實可能要 四個月 或者兩個星期 要做一次 check-up 但 你好像還沒做 check-up 就會發聲 告訴他 其實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 real-time 運算 或者將 Internet of Things 加入 AR 和VR 體驗 甚至我們剛才 加斯 的例子 也有 就是我們 跟API 加入了 其實我們可以實時 展示加斯的 能力 它的 供應 或者 它可以 在e-commerce 選購 都是 提供了很多 不同 一些 online 或者Internet of Things 的 技術 在裏面 這樣 真的 真的 可以 我感覺到 AR VR MR 這個技術 在香港 都有很多 不同方向的發展 可不可以這樣說 絕對 是啊 其實 發展上 都是五花百門的 我們 小智就是 可能有一些 兒童的 STEM Toys 做一些 AR的 Educational Toys 甚至乎 牽滿一點 就是一些 舞台上 怎樣 應用到 AR和VR的 技術 我們每年 都會 跟文化中心 有一些 InnoLab 的 發展 就會將一些 比較新的 技術 通過這個 事件 使用到 舞台上 剛才看到 可能有一些 工程度的 發展 除了工程度 我們也有 努力 為一些 產品 去做一些 充電 幫助 在 設計程中 將不同 部門的 評論 和 擁有 在一個 整理系統上 到最後 或者 尾期 有一些 商業和 商業的 技術 其實都是 源自於 3D 資訊 或者 AR和VR的 技術 很多市場 也有 他們不同的想法 所以今天 都很有幸 可以接觸到 IAT 和各位 服務員 看看 在你們的市場上 究竟你們覺得 應用在哪個位置 是最 值得的 或者最 是 是的 我也再 跟大家更新 我們 這個 Webinar 預計是 7時半 所以我們 看看還有沒有 其他問題 都可以 跟Frankie 一起 討論一下 研究一下 也很好 要特地 麻煩 Frankie 抽時間 和我們 準備一些 資料 我看你有些 project 好像翠平河 上次跟你談 時 我都未見到 你把河 已經不同了 又有新的 更新 所以 很厲害 是的 是的 還有 可以說 雖然 Frankie 剛才很濃縮 45分鐘 講完 AR 或者MR 的 魔法 其實每一個小問題 我相信每一個小問題 我認真去研究 研究 一天 就要某一個範圈 都講不完 是啊 我們已經將很多 技術 或者很 複雜的 東西 將它 採取出來 我們將 比較 大家容易明白 由淺入心的 題目 放在 裏面 也很實際 用到 是的 希望不會在 星期五 這段 時段 悶到大家 希望 大家 覺得 是有用的 也可以 聯絡 Makinsa IT 或者我 大家繼續交流 可以 可以 講到這裡 我們看看 現在在場 還有沒有 參加者 有 其他問題 想發問 我們大約 再等一分鐘 如果沒有 就 我們 都 come to closing 那 我先賣 關子 讓我和大家 先賣 除了 我們今天 首次 做了這個 Webinar之外 接下來 我們 IEP Management Session 就乘性 追擊 下星期一 5月18日 我們也有另外第二個Webinar 這個Webinar的題目就是 《逆境下工程生計》 今次我們請到 我們的立法會工程界議員 盧偉博士 跟我們說 他也會跟我們說 就著 我們現在在香港 又在這個疫情 看到 韓國業 都在 失敗 他就會就著 從工程的角度 究竟 政府是怎樣去 support 這個工程 或者 在那個工程界 它有什麼 可以 應該是 在裡面 應該是最先 會復甦的 因為政府也會希望 透過工程 推動 經濟 盧偉博士 也會 幫忙 亦會 跟我們 建立一個Webinar 我就 賣完關子了 有興趣 都可以在 IET的網頁 都可以報名 是的 我也有興趣 我可不可以做 絕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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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正在開放 報名 對了 我們 賣完關子 我們有 參加者 有問 你看看 Franchi Franchi 如果有些學生 想參與 ARVR 哪些資料 會獲取 資料 準備好 OK 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會 踏入這個行業呢 其實 現實 沒有一個很 實際 或者是一個很 系統的 課程 或者一個 課程 去學習 AR 和VR 的項目 我們都 離分了兩個不同的 部門 有 Multimedia 的部門 可能做一些 設計 製作的工作 也有 一些 Programming的部門 最主要是做一些技術的工作 在一個 混合不同的技術 和它對技術的了解 它對市場的認識 才可以混合成 變成一個 維持的 AR和VR 應用 但是我們也有 跟一些 教育的部門 或者社會 合作 做了很多不同的 seminar 或者一些 speech 希望可以 陸陸續續 就 solidify 到AR 和VR 的一些 教育 可以令到普羅來大眾 或者想入行的人 更加之容易 認識得到 希望答到你的問題 我也有一點補充 就是 現在 各大院校 大專院校 其實 他們的學生 都是 必修 這個BIM 的 孤密論是多月短 的課程 但是他們 都會有 基本的認知 再加上 可能是 有些 學校專門 搞Creative Media 搞Innovation 那些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 已經在教 AR MR 的東西 都 都 都見到各大院校 都會 有些配合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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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滿 都是 沒錯 然後我又看到 可不可以 分享一個 這個 我們平時做過 seminar 完了 如果你們 可以問我 講姐 可不可以 分享出來 我可以問一下 Frankie 會否有些 未必可以 分享出來 可以遮開 其他 其他 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可以 再跟Frankie 聯絡 問一下 沒有問題 如果OK 我想 之後 會在 IET 網頁 在網頁 會有 更新的 大家 留意 另外 也有 參加者 就說 是的 其實也是 因為我看到報名 都比參加者 多 有時 還有 engagement 可不可以 看錄音 網頁 以我所知 我們 這個會議 可以錄影 錄影了 我們怎麼可以 分享出去 這個 我就要跟IET 辦公室 因為這次 也是第一次 的網頁 實際 如何分享 會員 這個 都要再跟 我們的熟會 再討論 詳細 怎麼安排 對了 那 就 看看還有沒有 OK 我這裡 就 差不多了 這裡 都 這麼多參加者 都 很踴躍 有很多問題 發問 我都覺得 很好 對 去到這個時候 我想看看 Frankie 你這邊有沒有 補充 我們都差不多 到尾聲 都沒有補充 是 多謝大家 給我們這個機會 去Present 我們公司 日常做的工作 希望不久的將來 有機會接觸大家 更加了解你們 行業的需求 以及做更深入的交流 好 那 去到這裏 我當然越再次 首先 多謝我們的講者 Frankie 秋百忙之中 也跟我們介紹 在香港最新的AR、VR、MR技術 不是一些紫上談兵 而在香港 真的有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機構 甚至我工作的部門 都在用這些技術 我相信 這也是一個大趨勢 在不同的範疇 即是不同的範疇 都會引用到這些技術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讓大家去認知一下 或者去 當然有些可能大家都很熟 但也可以藉著這個平台 大家再交流一下心得 那就是 亦都很多謝 很多謝 這麼多位參加者 亦都在百忙之中 亦都參加我們第一次 暫新的Webinar 希望今次的安法 當然 是沒有一些實物 去做 給大家玩的 但我相信 如果我們和Frankie 還有時間 大家還有興趣 可以邀請她 到時候 疫情再好一點 再邀請你一個 實地的表演 或者說的題目 是說其他的 可以看你的展示 我也覺得是一個 很值得的活動 你認同嗎? Frankie 絕對認同 絕對可以的 絕對可以的 那好吧 時間 大家都差不多 都去到7點半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 星期五的晚上 亦都再賣一賣個關子 就是希望 下個星期一的6點3 有我們下一個Webinar 亦都可以見到大家 Frankie 亦都誠意邀請你參加 多謝你 可以 好的 我們的Webinar 今天就到這裡 很感謝各位的參與 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IET的活動 好的 我們拜拜 拜拜 拜拜